7月9日,快手公告称,将回购不超过60亿港元公司B类股作为160亿港元股份回购计划的一部分。 快手表示,股份回购计划展示公司对于自身业务展望及前景充满信心。 公告显示,2024年7月8日,作为日期为2024年5月22日之公告所披露的公司, 已在公开市场实施160亿港元股份扣回计划的一部分,其与独立经纪商Morgan Stanley & Co. International PLC定立股份扣回合约。 据此,经纪商或其联属人士将根据股份扣回合约所,在之预设参数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扣回不超过60亿港元公司B类普通股。 除非根据股份扣回合约的条款另行修改或终止,股份扣回计划的期限将于2024年8月8日开始, 至2025年5月30日或完成总额为60亿港元的扣回时结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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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